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来大姨妈的时候都很痛 这个是属于孽障还是属于小灵性啊 一般的如果女孩子有这种正常的这种立架的话呢 实际上呢这个呢是跟前世的孽障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你本身头女生头女胎啊 已经是比男胎要吃很多苦了 这就是说你前世已经有点作孽了 你听得懂吗 那么你来立架的时候你肚子痛得比别人厉害 那么说明你不但前世有业障 你今世又有新的业在身上 明白吗 嗯 那么当然里边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那就是包括你吃辣的东西了 吃凉的东西了 或者你自己呢不注意啊在啊 妇科有毛病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身体了 冷暖了或者蹦蹦跳跳了 那么这些也是正常的也会造成你肚子痛 但是一般的如果从灵界来讲 那就是业障比较重 那在这种情况下念个两三张小房子 还有多念点心经的话 一定会减轻你的疼痛 而且甚至会很快就好了 明白吗 啊明白台长 就是我是特别严重 然后我来的时候就会人像死人一样的 然后就把当天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 哎呦那你那你这个绝对绝对是大业障了 也就是这个业障让你要至少一个月要痛苦一次 你知道吗 过去有一个美人鱼一个电影动画片 就是每个月他会脱一层皮 他会痛得来像心炉刀脚一样 因为他跑到人间来嘛 你听得懂这个故事吗 这意思吗 也就是说 我听懂了 这个就是你前世的业障造成 让你每个月会痛苦一次 明白了吗 那如果师傅我想把这个业障消掉的话 至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哦那很厉害了 那就是等于你至少你算一算 你到五十岁时候 你这个就历价就没有了 好像四十五岁五十岁左右 那也就是说你要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五十岁 所有的那种那种业障全部要念光 那你这个我看没有几千张甚至上万张都根本过不来了 你听得懂吗 哦 哦 那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那个 礼佛是三遍 然后每个礼拜是至少七张小房子 那可能还不够吧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还是这么痛的话 一定不够 如果你现在把 加大到五遍 礼佛 然后呢你自己呢跟菩萨说我一共念多少张 希望能够先提早让我这个病痛减轻 我一定在几月几后把它念完 你自己要把时间都要算上去 否则单单许愿说 那我应该第一波 否则你单单说我念多少张 没有用的 一定要十千张 我第一波应该说是多少张的 第一波这种没关系的 四十九了二十一了都可以 最主要是个总数呀 总数要去多少张 我看你至少先念三千张 三千张是吗 可以的师傅 你就算 你就选到几年几年之后吧 一年两年啊 但是呢你一定要把时间算出来 它会慢慢减轻 好吧 好的师傅 我一定会好好念的 好了